说赤梁 导赤梁 赤梁不是非寻赏 带梁将它来看法 路板将它做懂梁 做懂梁 上梁哦 修造一幢传统建筑需要实作 大木座 小木座 瓦座等工种 其中 大木座是主要负责制作木构建筑承重构架的工种 大木座建造工艺繁复 是传统建筑的核心 是木构建筑得以形成的根本 根据施工程序 大木座有分为构建制作 构架组装 上梁 屋面船子安装等步骤 其中 构建制作包括绘制图纸 开杖杖 画墨 讨签四个核心步骤 它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筑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 主要研究四川地区传统建筑工艺及其营造价值 寻访首艺人 记录大木座的工艺和建造流程 是他近几年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 眼前这位掌墨师他已经跟踪调研五年了 掌墨师名叫王真文 今年七十岁 他十五岁开始学艺 在木匠这门行当做了五十多年 这个就是我们的地面图和房的两张 我们只有这两张图也不需要其他人了 房子炸个构架 什么炸个的组合都在我们的牢库里面 然后按照一笔式的笔里划出来就可以了 柜制图纸以后 如何组织解释号木匠 有序地完成数百个构建的加工 组装 从而搭建起一座完整的建筑 这时掌墨师就会借助一件神奇的工具 杖杆 杖杆形通尺子 上面包含移动建筑的所有绳毛尺寸和高度信息 是施工团队十几号木匠合作分工的总指挥 西梁好比乔中王 掌杆好比老城乡 掌杆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我们掌墨师可以开 可以画 我画这个杖杆用的就是鲁板子和符号 以使用我的土地 让我可以看到 这个是船船的顺利 这个是冰桥的顺利 杖杖杆会在接下来的一道工序 画墨中充当重要角色 以杖杆为依据 将杖杆上的主要尺寸过画到木料上 这个过程就是画墨 这个过程就是画墨 刘师傅是王真文很多年的搭档 一具掌墨师绘制的杖杆画墨 他做得十分娴熟 我们一期的布局都会读懂我的这些标记 加工布料的时候 讲究的是吃煤不溜煤 也就是说那个笋头造胭脂的时候 要把那个煤线要造不掉 加工完了的笋液要看到那个线 功能根据这个整出来的就是 带有笋毛的构建 穿斗结构依靠笋毛紧密相连 从而保持构架的稳定 为了确保笋毛的严丝合缝 与柱子连接的构建 还需要经过一个至关重要步骤 讨铅是通过竹片 记录柱身笋岩尺寸的过程 首先需要在柱身上加工笋岩 求取笋岩各项尺寸 将尺寸标记在铅棍上 最后以铅棍为尺 将笋岩尺寸过化到构建木料上 每个笋岩都需要单独记录 因而一幢建筑往往需要数百根竹片 经过图纸 杖杆 画墨 讨签 加工等步骤 木料转化成构建 待着一切准备就绪了 木匠会在地面上将所有固件组装成牌架 随后便等待着最后的上梁仪式 上梁咯 路搬吃你一根梁 二生呆呆 着花汤 路搬吃你一掌前 二生 中庄院 那个中庄院 路搬吃你一掌前 像今天这样商量的场景是以后不容易看到的 原来掌握修房子的人多得很 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愿意来修那么少了 上梁里尘 警告主人 打姐 打礼 近年来 老匠师逐渐解释 工艺传承出现断档 若干年后 这些记录和研究 能够告诉后人一座房子是如何盖成的 这项研究更大的意义 还在于从营造工艺中发现中国传统的智慧 向心 同时为建筑遗产保护提供科学的依据